今天北京的气温相当炎热 刚刚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由小轿车行驶到一半 不知道是故障还是天气太热的缘故 已经起火了 现在许多抢救人员 正在拿灭火镜进行抢救 北京的高级百货门前 汽车起火燃烧 根据官方资料 因为夏季高温 确实可能导致汽车发动机运转变差 冷却系统故障 橡胶老化 机油外泄等起火风险 我们才外出三分钟而已 已经满身大汗 现在用测温枪来看看 地面温度达到几度 57.6 不止在北京热爆了 旁边的天津 行人几乎都撑伞遮阳 地面温度高达52度 甚至拿湿纸巾擦拭单车坐垫 水分马上被蒸发 用长宽高均为两厘米左右的冰块 放在路面的井盖上 仅用1分19秒 冰块就化成了水 而高温也让江苏制冰厂忙翻了 零下10多工厂 每天产量从800块拉到2400块 工人忙着装载冰块 分装了卡车 要运往各地的建筑工地 高铁站跟商场 作为运输或食品保鲜用 随着中国大陆北方城市 纷纷刷新高温历史记录 业界预测 冰块的消费将在7月中旬创下新高峰 TVC的朱光宏 李敏之 李明辉 陈玉文综合报道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